第181章 后面看不见的人无法爬上去,只能攀着柱子眼角争睹。 长安的乡竹早在多日前已被争抢一空,人人手中乡竹点燃。 长安城香烟缭绕,灯竹遍地,户户相爱,人人膜拜。 在这喧闹混乱之中,还使有激动的人刺血洒地,反顶烧纸。 更有人断臂供养,赢得身边信徒敬仰,排到后方跟随在佛谷之后多受佛光鼓照。 满城癫狂之中,佛谷终于到了大明宫安福门。 在安福门外接佛谷的人,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居然会是魁王李淑白。 这,这不是恶鬼附身,最是惧怕佛光的魁王吗? 他也敢接佛谷,他也配接佛谷。 陛下为何被蒙蔽眼目,让这样的人前来奉迎? 而这样的疑问冒出来不久,很快便被另一种街头流传的新说法压倒了。 哎,前几日你们没听说吗? 魁王谋害恶王一世,另有内情。 还能有什么内情? 恶王死在魁王手下千真万确,还能有假? 这说,恶王才是被恶鬼缠身,意图谋害圣上。 魁王为保设计,与他争执不下。 恶王才临死都要反咬一口。 依你说来,难道还能是恶王自杀,污蔑魁王不成? 别的不说,魁王多年来为社稷的江山凭了多少乱,出生若死多少散。 听说这回回狐进犯,西北岌岌可畏,魁王又要临危受命,奔赴北江湾。 这,这可不妥啊,魁王被恶鬼附身,万一有异心呢? 有没有被恶鬼附身,端看他能不能平安借下这佛谷,我就知道了。 古月依旧震天,遍地黄沙之上铺设的熔毯已到尽头。 宫中的红毯铺到宫门口,接佛谷的徐坟汉与主使李剑一起将佛谷引到红段之上。 在那里,魁王李淑白正助力于宫门正中。 他一身紫衣,略有消瘦的面容,在初春的长天之下,盈然升辉。 他站在玉阶之下,红段之上,身形挺拔其长,脚弱玉树临风而立。 这样的风姿,令谁看见了,也只能硬生生地打消掉恶鬼附身这样的念头。 在万人注目之下,李淑白向前走了三步,取过身边人地上的献香,敬拜承奉佛谷的巨大舍利塔,然后接过净水,以柳枝沾水洒地迎接佛谷入宫。 就在他洒水完毕之时,笼罩在长安城之上的缭绕烟雾忽然被风卷过,天空薄云炸开,日光自空中洒下,不偏不倚,正罩在他的身上。 金光灿烂,浊然升辉。 整个世间,仿佛只有这一缕佛光,穿越了天地,打开了人间界,只为笼罩在李淑白的身上一瞬间。 满城的人,都呆立在长空之下,就连乐队与舞队,也忘记了奏乐歌舞。 看着他九下柳枝浮过,天空云朵碧笼,仿佛刚刚那片刻的日光笼罩,只是幻觉一般,无复存在。 是,是佛光,神迹啊! 人群之中,不知是谁,先颤巍巍地喊出这么一声,然后,就如潮水般,所有人都被感染了,个个喃喃念着佛光神迹,向着佛谷与佛谷前的魁王敬拜。 就连刚刚还在争论佛谷是否恶鬼附身的人,都仿佛彻底忘记了,只知道替泪横流,投入地为这场神迹添游家伙。 我就说,佛王能走到今日,他的运气真的很不错。 站在宫门内的王宗石,远远望着外面这场热闹,口唇微动,一直有身后王韵听见的声音,医生说道。 这老民伤财的一场好戏,居然得意的会是魁我。 这些天来,我们在外面散播的舆论,远不如今日,这一刹那的阳光来得有用。 这才是世事好玩可笑之处,不是吗? 王宗石,唇角一抹冷淡的弧度,不动声色的抬眼,看向站在殿前的皇帝。 皇帝脸色铁青,神情异常难看,不知道是因为身体的疾病,还是因为那一束日光。 但也只是片刻,他便将此事先丢在脑后。 因为佛谷已经到了阶下,他下阶迎接,仓促之间脚一扭,差点摔下台阶去。 幸好紧随他身后的王皇后,及时扶住了他,才得以幸免。 陛下当心。 皇帝也顾不上王皇后了,只一步步向着佛谷神龛而去,激动得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王皇后示意随身的宦官扶好皇帝,一边提醒皇帝,可行佛礼敬拜了。 地后焚香倒住,一路迎佛谷进入宫中兴整修过的佛堂。 宝状经藩上坠满了珍珠,佛前贡花用各色玉石雕刻。 金册经书,晨谈木鱼,连蒲团都是金线绣成的三十六瓣莲花文。 佛谷舍利,要在宫中由皇帝亲奉三日,各衙门也休息三日。 所以朝臣敬拜之后,各自出了大明宫,向着府邸而去。 李书白一路出了大明宫,沿途与不少官吏见到,众人都向他行礼。 但多迟出,不敢太过接近。 而李书白也不以为意,带走到宫门口准备上马车时,却有人在后面叫他。 王爷。 他回头看去,原来是王韵。 他如今负责宫中安全,今日阴影街佛谷,固而轻装,正在马下向他行礼。 嗯,别来可好。 多承王爷关心,一切都好。 王韵将马匠丢给身边的侍卫,走进李书白拱手道。 恭喜王爷得拓击败,重返殿堂。 也恭喜运之你,听说好事将尽了。 是,待佛谷试了,便是我成金之事了。 陛下准备将佛谷留在宫中供养三日,这么说,三日后你便要出发去成都了。 带我去成都迎他过来之日,便是我们在京城,成金之事。 仿佛被最尖锐的针刺咒,李书白的睫毛微微一颤,气息也猛然一致。 他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却听到一声悲鸣。 长空中,忽然有一只姑鸟飞渡而过,远远贴着公雀眼角,向着远方独自飞去。 身影不知落在遥远的河方。 李书白抬眼望着那只姑妃的鸟,目送他去往天际,眼中满是幽渺的孤寂。 许久,他才收回目光,缓缓说道。 他毕竟曾是我身边的人,如今好事已尽,我竟不知道。 王爷恕罪,紫霞与我忙着筹备婚事,竟将王爷疏忽了。 李书白背手望天,漠然不举。 前日他刚试了嫁衣,有些许地方需要修改,今日可能是与裁缝与绣女商量去了。 因为他没有问,所以我也没来得及与他说王爷的喜讯。 既然如此,我便亲自去告诉他吧,毕竟,他当初在成都也曾救过我,我们也算,交情匪浅了。 多谢王爷厚意,但之前在成都时,王爷曾对下官说过,希望给紫霞自由。 如今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也正在忙碌之中,王爷,又何必令他多声反忧呢? 李书白的目光,落在王运的身上,顿了一顿,便转了过去。 本王只是略尽故人之意,即使运知你觉得不合适,但我与他相识一场,有些话不得不与他交代清楚。 他的声音固执的近乎冷酷,王运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绝。 我曾对他许过诺言,如今还未兑现,我总要给他一个说法,不是吗? 他再没看王运,被转了身上马车,便示意启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多人小说剧,《翻中路》。 这种一意孤行的态度,让王运在原地呆战了片刻,才终于恍然回神。 眼看李书白的马车,已经离了宫门,一路东行。 王运大步走向身后的侍卫,翻身上马,什么也不说,便挥边纵马而去。 被他抛下的御林军们,在身后面面相去。 他身边的那个小侍卫,赶紧催马追上他,急声地等。 头领,陛下有旨,令你这三日妥善安排公正防卫,寸步不可离大明宫。 我去去就会。 啊,这,这可是圣旨,陛下要是灵师招你有事,那,快。 王运一声不吭,挥边抽在他的衣袖上。 小侍卫觉得火辣辣的一阵疼痛,只能恶然缩手看着王运。 不知这个瓶宿一直温和宽厚的上司,为什么会忽然发作? 但看见他脸上的慌乱与焦躁,小侍卫又赶紧勒马停下。 不敢再问,只呆呆地看着他纵马急迟,直穿过外宫门,向西而去。 转眼,消失在阳起的烟尘之中。 安安静静的永长方,正是五间,家家户户吹烟鸟鸟,笼罩的这样的冬日略带清灰色。 王运从街巷之中打马走过,只觉得周围一片静谜,只有些遥远的轻微声音,自门窗之间隐约传出。 但传到他周身,却都已经听不分明。 他在王宅门口下马,三步并坐两步来到黄子霞所住的小院中。 看见房门紧闭着,门前的蜡霉开得正好,金灿灿的颜色涂在这荒芜的院子中,显得天地格外明亮。 他深吸一口气,却觉得自己胸膛的跳动越发剧烈。 他慢慢走到门前,抬手轻敲房门。 王运提着的心,因他这一声而顿时落了下来。 他靠在廊下的柱子上,望着眼前的蜡霉,唇角浮出一丝笑意。 不过片刻,黄子霞开了门,走到他的身边。 王运回头看黄子霞,见他一身银红色的衫子,袖口与领口,可以看出里面的飞色中衣,深浅色相配,颇为好看。 他不由得注目多看了两眼,轻声微笑道。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也是银红色的衣服。 黄子霞本想说,第一次见面时,自己好像是穿着小宦冠的服饰,过来教授王若王府礼仪。 但话未出口,他随即便想到,王运第一次见到自己,应该是在自己十四岁的时候,大明宫中。 恶王曾经说过,当年王皇后召见他时,王运曾拉着他偷偷去看自己的未婚妻,那时的自己确实是穿着银红色的衣衫。 想到十六岁的王运拉着恶王偷看自己的场景,黄子霞心头不由地涌起一阵感动中混合着感激的复杂情绪,低声对他说道。 是啊,难为你,居然还记得我当时的模样? 飞色配银红,正如晚霞一枚花,这么美丽,我当然不会忘记。 衣服嘛,总要配同色系的好入眼啊。 是啊,可不能像子杰一样。 我听说过,他娘亲眼睛不好,看浅色和暗色都弱。 所以自小便喜欢给孩子穿花花绿绿的艳碎衣服。 现在长大了,其他兄弟都拒绝穿母亲给选的衣服了,只有周子芹还乐呵呵地穿着,好像已经固定了这种穿衣服的习惯。 即使自己穿,也是那闪亮的配色。 黄紫霞默然点头,脑中又闪过一个无法忽视的记忆。 恶王从祥兰阁跳下的那一夜,紫色的锦衣之中,为何独树一帜穿了一件黑色中单? 其实,因为子芹,所以我以前还有点担忧。 在听说未婚妻擅长查案之后,我甚至想,每天接触这些的女子,会不会是个凶恶可怕的母业生? 这可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才放心。 听到王韵的轻笑声,黄紫霞也跟着她在蜡梅花下,抿嘴一笑。 可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笑什么。 王韵见她脸上浅浅的笑意,只觉得胸口气息灼热迪宕,不由走到她身后,自后方轻轻伸手将她拥住,声音温柔地在她耳边说道。 那时,我跟在你身后,一路走过那条开门灵梟梟花的走廊,心中坦坦又紧张。 直到你在走廊尽头,一回头,我看到你的第一眼,便知道我的人生圆满了。 王韵轻拥着她,腹下的头贴在黄紫霞的发上,温热的气息弥漫在她的发间,让黄紫霞的身体僵硬,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一贯温柔的王韵,此时却紧紧地抱住了她,不让她挣脱自己的怀抱。 王韵侧耳倾听外面的声响,但高墙之内一片安静,似乎没有其他声响传到这边。 她按着黄紫霞的肩,将她近来月显鲜瘦的身子搬过来,低头凝望着她的神情。 黄紫霞略在紧张的面容上,那眼中流露出的不安与暗藏的感伤,几乎要灼伤了王韵。 而王韵却没有如往常般放开她,只抬手轻按住黄紫霞的肩膀,斧头在她耳边轻声说。 如今你我虽有波折,但终究还是得成眷属。 紫霞,我此生欲愿已足,定不会负你。 而我,也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心意。 黄紫霞听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之中,隐藏着微微颤抖的声调, 似是在恐惧,又似是在恳求一般。 黄紫霞觉得自己的心,也与她的语调一般,颤抖了起来。 她一直垂在腰间的手,不由自主地紧钻住自己的裙子。 手抓得太紧,颤抖得几近近乱,可她终究还是没有放开自己的手。 终究还是无法顺理成章地抱住拥自己入怀的这个人。 黄紫霞闭上眼睛,任由黄运紧抱住自己。 黄运的手,抚上她的头发,让黄紫霞将脸靠在自己的胸前。 黄运面朝着亭前,隔着蜡梅花,看着前方的院落,依然是安安静静,毫无变化。 黄运的手,握紧了黄紫霞垂下的发丝,在柔软微温的发间,一点冰凉碰在她的指尖。 是一只银具的简单发簪,簪头是碧玉雕成的卷草纹,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只簪子而已。 王运便没有理会,只斧头将面容埋在她鲜香的发间。 她的手慢慢滑下去,收拢双臂,紧紧将黄紫霞贴在自己的怀中。 王运离开的时候,转头看院中,却只见黄紫霞站在廊下目送她。 蜡梅花影幻化成一片迷离的金色,映在黄紫霞的面容身上。 她身陷在灿烂颜色之中,却只浮出一丝苍白的笑意,勉强送她。 王运默然对她点了下头,转身沿着走廊,一路行去。 廊上的鱼依旧无知无觉,在墙上镶嵌的琉璃片之后,缓缓游夜。 日光从后面照进来,在他们的身上流转,金色红色白色的鳞片,闪着诡异又美丽的光线,在这条走廊中晃动。 王运想着黄紫霞隐藏在花影后的苍白笑容,茫然地走过点点光芒。 就在走出门之时,雅仆拉了拉她的衣袖,口中压压地叫了两声。 王运看了她一眼,见她一手比划着。 刚刚有人来找她。 什么人? 不认识的一位贵人,她走到小月儿门口,便返回了。 我见她没有进内,便也没有惊动公子和黄姑娘。 雅仆再次比划着。 王运的面容上,不自觉地泛起一丝淡淡笑意,目光却是冰冷的。 那雅仆想了想,又示意她先别走,从屋内拿出一幅装表好的卷轴,递到她面前。 王运慢慢打开,看了一眼,卷轴是幅画。 画上有三团类似于涂鸦的墨团,形状怪异,看不出什么具体模样。 是刚刚来的那位公子留下的。 王运点了下头,慢慢地将画卷好,并还给雅仆,无声地微动嘴唇。 过一个时辰再给黄姑娘,告诉她,是个奴仆送来的。 雅仆连连点头,将这幅画收好。 再有人来,便告诉她们,黄姑娘忙于婚事,不惜尖刻。 王运什么也不再说,还拍雅仆的肩,便转身离开了。 我来看,谢谢。 给你熬月份,让我希望觉得黄姑娘的肉类似于涂体 support。 这里,我们在这里再把饼养的肩肉。 我怕这些油肩 élect黄子弄开了。